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17成员敏优争议的最新后续 其实在前一阵子已经有做过一次澄清影片 但是在那之后又出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爆料 而在昨天自称是受害者的网友上传了道歉文 搜索公司Plaidys也发出了声明 所以就想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 首先让以澄清的争议再度变得乱七八糟的爆料内容是 一位自称是同学的人 自己亲眼看到受害者在下课时间被同学们用脚踢的时候 17敏优跟20多个同学站在后面 看着同学被打一边笑一边骂脏话 甚至也一起X的同学 所以对于明居欺负同学回到他们人生的事情 明居也能遭到同样的报复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上传的这位爆料者的道歉文 大家好,我是上传爆料文的人 首先这个文章里的受害者其实是我本人 是陈述了我在学生时期遭到的事情 因为担心有人看了文章之后会看得出来是我 所以就秀改了一下后上传了 也就是说当时那个被打的人其实就是自己 Plaidys公司的人按照我的记忆与很多人确认了事实 但是没有人记得当时那个情况 与亲自打我的嫁害者也确认了 但是也不记得那些事情 而且明居也是没有那个记忆 自己绝对不会有人被打的时候快乐的一起骂脏话 我自己也是联络了当时在一起的朋友 那位朋友也说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我决定不再继续 下架我的文章后结束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误会而遭到困扰的人 真心的道歉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公司的声明文 公司与上传爆料文的网友联络上了 网友怕自己的身份会露出 所以假装是目击证人而上传了爆料文 在听完网友的立场后 公司与爆料文内提到的毕业生们联系 并确认了事实 首先一人明确的回复 自己不会做那种事情 而其他所有同学们也是没有这个记忆 所以这位网友就亲自与 在自己的记忆里当时在现场的朋友联络后确认了 但是那位朋友也是不记得有那种事情 因此网友就通知公司 因为没有一个人记得 所以自己也不会再提 想要结束这件事情 在与这位网友联络的过程 发现到虽然与一人无关 但是学生时期曾经在校友关系中 受到了很多伤害 所以对于这次的事情 不会再追见 也就是说 爆料者同学们都证明了 敏玉的XX争议真的是很冤枉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怎么不提告呢 拜托提告吧 这是道歉文吗 根本就是狡辩文 18好上火 傻XX就只是想创作为一人争议而已 还说什么误会 在门庭预定在3月的行程都取消了 再加上狗音随门庭到底是损失了多少啊 所以总结一下敏玉的争议就是 这是一件加害者同学们 纠缠在自己旁边的朋友 甚至连自己都不太记得的妄想争议 而躺着中枪的敏玉 是这个争议的最大受害者 敏玉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直以来都在慈善供应上 非常努力的Icon Bia 在3月19号发表了新专辑 Kipunbame Yuro 这是一项名为Love Stream的音乐慈善活动 Bia会将专辑发声的版权费 音源专辑等所有收益 都会全额捐款给儿童慈善机关 而这次的慈善活动更有意义的原因是 这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捐款 因为版权费是可以保证到死后60年 所以这次的音乐慈善活动 可以长时间持续的支援 有困难的孩子们 这张专辑除了Kipunbame Yuro之外 也有Rememberly Nego Jungle一共收入了3首歌 真的都非常好听 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顺便也能帮到有困难的孩子们 BI在与YG娱乐合约解除后 持续的进行了捐款口罩等的供应活动 所以真的希望能在充分的反省之后 再次能看到BI站在舞台上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layer Girls的逆行成功 可以分为很多原因 像是逆行神话的刀火线 那位网友制作的Ruling影片 也有巨人们的热烈支持 不过呢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始终没有放弃的四位成员 而最近在韩国论坛 Player Girls参加的 2016年五项运动会的影片 感动了很多网友们 在女子60米赛跑预选三 站在6号跑道的IDOL 以飞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但是以第一名跑在最前面的这位IDOL 突然跌倒了 虽然已经是最后一名了 但是她没有放弃 站起来后也是全力以赴的进入了终点 这位IDOL就是Player Girls的主唱Mignon 因为当时Player Girls已经发表了十多张专辑 但是都没有被大众们关注 所以Mignon为了能让更多人认识Player Girls 才会这么拼命的 当然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 因为现在成功了 所以过去的影片都会被美化而已 对 很有可能就是那样 所以 逆遥成功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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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那样 他们因为没有放弃所以才能成功的这个事实 也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算明明知道很困难 也要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呢 还是早点放弃寻找别的梦想比较好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 拜拜 结束了 今天怎么这么累呢 看一下 看一下 明天要拍什么呢 啊 啊 嗯 啊 哎呦